哈喽小红书的宝宝们 欢迎回到我的一周饮食频道 这周的主题就是拥有松弛感 因为这一周我的饮食非常的relax 周一的午餐吃了水煮西兰花 牛肉还有胡萝卜 别人在吃好吃的火锅 但是我没有很馋 所以没有被影响 晚上去了当地很有名的一家西餐厅 本来打算就吃一点鱼 结果主厨姐姐送了我很多爱吃的甜品 我没有忍住 过二的时候因为昨天吃了太多甜品太罪恶了 所以早早的起来爬了一个楼梯 然后去咖啡厅点了一杯冰美食 消消水种 一般大餐之后我都会选择清断食一天 所以今天是给自己做了鹰嘴豆泥 还有几个小饼干 喝点牛奶 这样我的早午餐就解决了 接着今天很快乐 就是在拍摄现场看到了彩虹 晚上在现场就吃了点虾和山药 就继续工作了 周三是没有通告的日子 所以中午又去吃日料了 上次也跟大家说了 日料其实是妥妥的前纸餐 尤其放在中午 饱餐一顿之后晚上就不打算吃了 吃完饭过后 就去看了沉浸式话剧 Sleep No More 复眠之夜 我觉得非常impressive 建议在上海的朋友可以去打个卡看一看 周四的早午餐也非常简单 就是酸奶面包和水果 做了一个面膜就赶紧出门工作了 晚上工作结束 找了一家小酒馆 没想到是贵州菜 哇酸汤粉牛真的好好吃啊 翻后呢就是我的高尔夫训练 我现在每次大概训练三个小时 周五的早上又给自己做了燕麦碗 加了一些坚果和果干 下午的时候 朋友邀请去参加 孤注一掷的手印礼 有点下属宝宝了 我再也不敢去棉被了 看完电影 晚上又是放纵 吃了一顿米其林的淮阳菜 这个烤鸭真的很棒 叫无粮夜烤鸭 周六依然是要为自己的放纵买单呀 所以早上起来喝了一些烟麦奶 就去健身房了 现完身也不是很饿 所以这一天也就喝了点姜丝枸杞水 就结束了 周日的早上 最近我真的爱上了鹰嘴豆蘸一切 我好喜欢这种蒜香的味道 加上豆子的香味 之前在教程里跟大家分享过 怎么做鹰嘴豆泥 现在我又升级了一个版本 下次可以再录给大家 下午就去逛了逛书店 啊 本来想逛书店怎么又看到了蛋糕 这周呢 总体就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的一种 因为快杀青了 所以也没有给自己太多的约束 还有就是我想让生活变得更加有松弛感一些 其实松弛感并不意味着要摆烂 而是要学会和不完美的自己自洽 我并不是一个可以一直自律的人 我很爱美食 我也需要从美食中获得快乐 但我现在不会过度去苛责自己 比如我吃了甜点就会很后悔 比如说我吃多了就会很难过 我摆正了这些心态 就让我在减肥和生活上变得更加积极 因为我觉得我有信心在我需要做身材管理 在我需要上进的时候可以迅速的瘦下来 希望大家也可以拥有积极的心态 面对减肥 面对人生 这样才是一个正循环 好啦这就是我这一期的饮食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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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